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 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介绍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算计不等式 那什么叫做算计不等式呢 就是这句话 算数平均数 大于等于就不等 几何平均数 什么是算数平均数呢 就是我们一般在做算数算的那个平均 所以是相加除以二 那什么是几何平均数呢 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有一个长方形 长是四宽是九 那这样子它的面积会相当于一个 边长多少的正方形呢 那就是四成九 怎么样呢 会是什么的平方嘛 所以是四成九开根号 那所以几何平均数是相乘 然后开根号 那算计不等式就是在讲说呢 两个大于零的数字 注意这里要有一个大于零的做前提 两个大于零的数字呢 它们相加除以二 一定会大于等于相乘开根号 所以来跟我念一遍 算数平均数大于等于几何平均数 那有没有要念哦 算数平均数大于等于几何平均数 那再念一遍 这个相加除以二大于等于相乘开根号 那这里说明一下 为什么啦 它可以透过成法公式证明 我们有a加b平方 和a减b平方 那前面我们已经讨论很多 它们差四ab 那这个 a减b平方本身哦 我这里画一条虚线在下面写大于等于零 a减b平方呢 本身呢 大于等于零 这使得怎么样呢 4ab一定会小于等于a加b平方 因为你4ab要加一个正的东西 才会跟a减b平方一样 正的或零 所以你一定比 左边这个小 所以a加b平方大于等于4ab 然后我两边一起开根号 a加b大于等于2根号ab 这样子 那不用加正负号了 因为刚刚讲到 就说ab都是正的 所以这个只能抓正的 然后把2除过来 你就会得到这个 二分之 a加b大于等于根号ab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学会这件事情 当我们在学一个不等式的时候 我们在高中会学到 算起不等式 后面会学三角不等式 到高二会学这个科系不等式 那我们在学不等式的时候呢 有两个学习重点 第一个是学横不等这件事情 就是大于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左边一定会大于等于右边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还有第二个学习重点 就是当你的这个不等式里面 有等号的话 你要去学会 那什么时候等号会成立 什么时候等号会成立 为什么要特别留意 什么时候等号成立呢 因为如果 x大于等于y的话 代表说如果我y已经知道是多少了 那x等于y的时候 会是x的最小的时候 对不对 假如说你跟你们班上的小名 你的成绩总是大于等于小名 那因为每一次考试 有难有简单嘛 对不对 那所以你这次考完之后 你说我考80分 那妈妈说小名考多少 你说小名也考80分了 哇你考那么烂 你跟小名考一样啊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成绩总是大于等于小名 那你等于小名的那个时候是你成绩最烂的时候 那当然不见得啦 所以反过来说怎么样 如果你的成绩才是固定的 你的用功程度是固定的 小名考到跟你一样的时候 是他成绩最好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等号成立的时候 而左边是固定的话 那么右边在等号成立的时候 是最大的时候 因为他本来应该小于等于左边 就他这次可以等于 哇达到自己的max 所以说我一定大于等于你 就代表说怎么样 我恰等于你的时候是我最小的时候 反过来说 就是如果左边固定的话 等号成立是右边最大的时候 算计不等式的等号会成立在什么时候呢 那我们来看上面这里 也就是说你这个市值的等号要成立 那他是他推过来的 所以这个市值的等号会成立代表 这个市值的等号会成立代表 这个市值的等号会成立代表 这里 这个的等号要成立 也就是说怎么样 a-b的平方 本身我们说他大于等于0 那如果他刚好等于0呢 就是里面a-b是0的时候 也就是a等于b的时候 当a等于b的时候 4ab就直接等于a加b平方 那鱼路这样算过来 这个等号就会成立 所以说算计不等式 等号成立于 a-b的时候 那这一集很重要 后面写这个 写 左一半 等于右一半 这一句很重要 我们后面会讲 他不只是单纯的a等于b 那么简单 既左一半等于右一半 那当左一半会等于右一半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等号会成立 当a加b固定的话 等号成立是 右边最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去推想 在周长相同的矩形里面 因为长加宽是一半周长 所以周长相同就是长加宽相同 长加宽如果相同 长程宽要有最大 就是面积要最大 是正方形 周长相同的矩形中 正方形的面积最大 那也就是说 a加b固定值的时候 在a等于b时 a乘b有最大值 反过来说 如果a乘b是固定值 那a等于b会让a加b有最小值 如果矩形的面积都一样的话 正方形的周长最小 那在这里附带一题 如果一个平面图形 好多好多平面图形的面积都一样的话 圆形的周长最小 圆形的周长最小 那这个a加b如果是固定值 我们刚讲等号成立的时候 ab会有最大值 那ab会有最大值 因为a加b平方是 a平方加b平方加2ab 所以你现在a加b又固定 然后ab又最大 所以这个时候 a平方加b平方是最小值 可以吗 所以反过来我也可以说 a平方加b平方是固定值的话 a等于b时ab有最大值 这样子 这样可以吗 在这里呢 我们利用前面所教的这个 做根号实物的这个做法 我们还可以拿它来证明 算计不等事 我们刚才已经用这个 成法公式的推导证明过一次了 所以说我们学一件事情呢 就是常常在讲说 有什么公式 有几条公式要背 我一直在讲说 我们让它熟练 那什么叫做熟练呢 就是你很了解它 你从不同的面向了解它 念这句话 知道算计不等事 算是什么 计是什么 不等是什么 对不对 念这句话 是一种熟练 去把这个我刚才证明的过程 操到笔记本上 懂得怎么证明出来 你就会知道哪里应该放在哪里 也是一种熟练 从长方形跟正方形来去 这个记忆 这是它的一个应用面 对不对 所有周长相同的矩形里面 正方形面积最大 也是一种熟练 那当然了 你会发现说 如果今天学生 我本来就不知道 这个长方形跟正方形 周长相同的话 正方形面积最大 我本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他可能会觉得 老师你又多讲一个东西 我又多一个东西要背了 那不过这就是 所以说我们从以前在学东西 就是尽量让自己 你学越多会越轻松 你以前少学这件事情 导致你现在这个变多学 所以你就会觉得 又多一件事情要记 这样不是更辛苦吗 那更好记啊 那如果你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 你本来就知道 周长相同的矩形里面 正方形面积最大的话 你本来就知道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反而会有助于记忆算起不忍事 那你说我们怎么有办法 在原本就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会很难 除了国小的时候 比如说讨论图形的时候 学一下 国中我们学过那个 A加B乘 A减B 是A平方减B平方 所以在教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带学生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我有一个正方形是 N平方 边长是N 那我一样 长加宽是2N 我是不是长加1的话 宽就要减1 这样合起来才会继续是2N 那你看我这块的面积 是就变成N平方减1平方 那如果我长再加1 变N加2 宽再减1变N减2 这块的面积变成N平方减4 也就是说我在国中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 接触到这件事 所以周长相同的矩形 正方形的面积最大 反过来说 面积相同的矩形的话 是正方形的周长最小 那这个时候 这件事情就可以成为我们 学算起不等式的一个帮助 另外我们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学它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上面去说明 那怎么说明呢 我们在这里画出了这个 用子母定理来画根号15 我们现在不取 这个3乘5是根号15这件事情 我们取X和Y 那这样子这里其实是根号XY 对不对 因为根据子母定理 中间是这两个厢城开根号 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你有跟着画 有跟着想的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 后来做这个圆 以AC为直径 化圆的时候 以这一点为圆星 它的半径是这个跟它上面这个 也就是说猪不是在这个圆弧的最高的地方 圆弧最高的地方是在这里 就在这个圆星的正上面这里 这个会刚好是半径 对不对 好 那其实我就讲到重点了 什么呢 就是说红色的这条是半径 它是不是比我的这个蓝色这一段还要长 比我这个根号XY还要长 那我的半径实际上有多长 你如果左边X右边Y 到B嘛 ABXBC是Y 那这样子一来 你的直径是不是X加Y 那这样一来 你的半径是不是 2分之1加Y 那我们就发现说怎么样 像这样子做图所得到的结果 只要你 X加Y是固定值 只要你X加Y是固定值 你去产生的这个根号XY 比如我画在这里 这样子是根号 刚刚讲是根号15 因为我现在3加5是固定值 对不对 那我假如取这里 它会变什么 它左1右7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是根号7 那我也可以取这里 左2右6 对不对 那会变成根号12 也就是2根号3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左边跟右边合起来 是固定值8的时候 怎么样 你所取出的这几条 都没有半径长 所以当X加Y是固定值的时候 根号XY都小于等于2分之X加Y 那这就是证明出了这个算计不等式 可以吗 那还有一种让我们熟悉一个知识的方式 就是使用它对不对 最后就是你听了很多做菜的原理 说什么甜 甜味如果遇到这个咸味里面的钠离子的话 可以让甜味变得更鲜 然后辣味如果加上甜味可以让它不要那么辣什么的 学了很多 什么大火快炒会有焦糖反应 最后就是要做嘛 你不做你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反过来说你做了你就会感受到说 啊这个就是这个 我知道我闻到焦糖香 对不对 所以来吧 X加2Y是8 当XY都是正数的情况下 那问你 在他们分别是多少的时候 XXY会有最大值 那透过这一题 我们认识算计不等式这件事情 让我们去试着做之外 就是说去了解到说 在使用的时候要怎么用它 我们算计不等式有两个部分嘛 就是说有相加除以2大于等于相乘开根号 那你会先看到现在我们这一题呢 它的这个相加的部分是 X加2Y 可是它相乘部分是XXY 那所以就有一个问题 我都会问学生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一题的话 我是要写X加2Y 大于等于根号X乘2Y 还是要写X加Y 大于等于根号X乘Y 还是要写X加2Y 大于等于根号X乘Y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它加是有2的乘是没有2的嘛 那我们是不等 算计不等式我们是不等号两边 都要写有2的 还是都要写没有2的 还是就是它加的有2乘的没有2 我们就写这样 选哪一个 那公布答案 如果你选的是这个 这个式子是错的 我的意思是它本质上就不对 那这两个式子里面 这个式子本质上是对的 可是我们不要用 因为没有帮助 那实际上我们应该要用这个 在这里写一句 依照这个加的这一边来列示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一边有2 一边没有2 那你乘的时候 因为乘法有交换率 所以这个2 就无所谓是放在X乘上 还是放在Y乘上 没有差 反正就是X乘Y乘2 是2XY 然后又因为 根号也可以使用乘法 那个 指数率 所以说 我的这个左边 可以直接被改写成是 根号2被的 虽然我现在列示的时候 我乘的地方是X乘2 我还不符合它的要求 可是我只要稍稍的提出那个2 就符合它的要求了 很好解决 那我们来看这个 如果我刚才写的时候 没有放这个2 那这也是符合算计不等式的 就是你什么加 A加B除以2 就会大于等于A乘B快个号 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2 我要怎么让Y这里 跑出一个2来呢 就找不到方式 因为你 你也不能同乘2 因为同乘2X也会跟着有2 所以我们在列示的时候 要用加的这一侧来列 因为乘的这边比较好解决 至于下面这个根本就不符合 算计不等式 因为他A加B除以2 大于等于你这边 跟我的A、B都不一样 就不能用 可以吗 所以A加的列示 我们这里就会写成 X加2Y除以2 会大于等于根号的 AX乘2Y 那算计不等式的题目呢 其实说起来很好做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赶快一加的列示 赶快列出来 你就有得看 盯着他老半天反而就写不出来 赶快一加的列 相加除以2大于等于相乘开根号 列完之后呢 通常我们刚刚不是会把那个根号2提出来吗 通常也不这么做啊 我们会更简单一点 因为题目会有可以代换掉的数字 我们会先代换掉 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这个 加起来是8嘛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把8代换掉 所以这里 这里是8嘛 所以它就会变成8除以2是4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平方就好了 所以你就会得到 那因为我们知道XY是正的 所以这个可以直接平方 然后把2除过去啊 所以 这就是 XY会小于等于8 所以XY有最大值是8 可以吗 那问题来了 在什么时候成立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题 这就是第二个要教的知识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讲说你要去做 你才会知道知识到底是怎么 怎么一回事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什么 左一半等于右一半的时候等号成立 所以不是当XY的时候 是当你的左一半是 X又一半是2Y 可以吗 当这个时候等号会成立 那你看我停下来 我没有接着写 为什么呢 我们通常可以在这里直接怎么样 因为他假如给你X2Y是8 然后我左一半等于右一半 你看我用一半这个词 对不对 因为他们会等于一半啊 当左一半等于右一半等于8的一半 4的时候 这个 X等于4 Y等于2 此时 有个XY为其最大值 可以吗 暂停看一下 这一半 这一半 然后就等于4